好,接下来我们休息第五个小节 融接控功能概略 融接控同样也是融机组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不属于融洞产品 但是融接控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很多融产品的一些负载 安全方面的一些现象 我们通过这些可以发现问题 然后使用融洞的模块来进行很好的防护和应用的加强 好,看一下融接控的概念 融接控其实是一项对阿里融资约和互联网应用进行接控的服务 强调是阿里融资约和互联网应用两个模块 一个阿里融资约代表是说 阿里融基本上我们所有售卖的产品 包括用服务器、负载均衡、OSS、RDS等等好多的产品 后续我们会在野市环节会给大家看 互联网应用是说这些产品可以不在阿里融 也可以在阿里融 就是它只要在互联网上 那么就可以对它进行接控 叫做站点接控 比如说对一个站点的web、http协议进行接控 看看这个站点的响应的速度和可用性是多少 然后还可以对发邮件、smtp、udp协议 以及可以pin一下这个网站的速度 看看是快还是慢 然后做一个跟踪和统计 所以它是针对融资约和互联网应用的一个综合的接控服务 具体来讲就是说它可以获得阿里融资约的一些接控的指标 探测互联网应用的可用性及设置报警 那么接触融接控整体可以去了解融资约的使用情况、性能及用性状况 比如说它是不是在线 当时的负载是不是很高 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调整 然后保证我们的应用跑得更松畅、更快、体验更好 这就是融接控的一个定义和它的价值所在 看一下融接控的功能 主要分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站点接控 就刚刚说到的可以对http协议 pin其实是用的icmp协议 DNS服务、通用的tcp服务和udp服务 以及smtp、pop3、ftp等服务的可用性和响应时间进行统计 接控和报警 比如说我测一个网站 它是不是随时可用 比如说24小时 我可以每隔几秒 几秒钟去探测一下 它的返回的状态 以及访问的时间把它记下来 那整体可以形成一个统计的报表 然后用pin的话可以去解测 它返回这个报是快还是慢 是不是有当机的情况 当然这是对站点 这个站点可以部署在阿里用之外 也可以在阿里用之内 就是通用的互联网应用都可以接控到 第二项功能是用产品接控 这是专制阿里用的产品 ECS、RDS、SLB、CDN、OCS、OSS等 现在已经扩展到20多种产品都可以去接控 发泄问题可以去报警 很多的接控项 等一下我们演示的时候看一下界面 自定义接控就是说 除了站点接控和用产品接控以外 用户可以自定义个性化的接控需求 比如说这里面可以是说技术以外的 比如说是业务需求 假设我是一个联索店 我想统计一下商店里头卖的 比如说一款台灯 它的销量的情况 只要是我按照自定义接控的规范 先定义一个接控项 然后我通过程序 从业务系统里面抓到销量的数据 定期发送到自定义接控的服务器段 自定义接控就会帮我记下来这个数据 然后形成一个统计分析的报告 而且随时能展示 也可以根据数值的变化产生报警 我这款台灯的销量突然间增长了20倍 然后这时候我需要去发邮件和发短信 通知销售部经理 要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一定是发生了异常或者是不是重大节日 那当说我的销售额突然间降低了50% 我也要看一下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 这种类似具体都可以去实现 它是可以是技术也可以是非技术的 报警和雷星管理呢 这是通用的啊 就是说对以上三种啊 接控都可以设置统一的报警联系人 设置雷星组 然后每个雷星组里面可以有短信 邮件旺旺 这种的报警的方式可以去选择啊 最终其实给用户展现出来就是要接控一个指定的标的啊 他觉得不正常超过一定指标 然后用户能收到啊信息 然后反馈啊 上来去做操作 这就是用接控的定位啊 所有的功能呢 我要这个去去走 那他其实节约了用户 对用户来说是节约了很多的这个开发量的啊 比如说传统我们做啊 软件开发或者用营的时候 我们非常担心啊 摸一台服务器 它是不是正当机了 万一当机我该怎么办 是吧 那当然我提前我可以选择好负载约 提前备份 但是我还是不希望这个当机以后是用户先发现 那我希望去管理的第一时间发现去采取一些措施 平常我们需要做这个工作的话呢 需要去自己去开发 或者去购买一套接控系统 甚至会做一个接控的大屏幕挂在墙上 去不断去发报警 那现在这个工作呢 可以由用接控免费来支持到 只要去开通就可以 等一下展示会看到一些很多的信息 大家可能影响概念就会更深了 下面看一下这个用接控的应用场景 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启用用接控啊 但这个不是必选项 假设大家对在阿里用商购买的服务器当机以后都没什么影响 那其实不需要用接控的 用接控其实就是为了帮助用微能源实施了解我们的网络的状态 以及服务器的状态能够获得一些接控的数据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站在用户角度考虑 我这个网站访问的速度是快还是慢 如果发现异常 我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首先管理员要知道这个信息 然后想办法去改善 第二是在部署时 在ECS部署时要及时了解这个网络运行的状况 然后呢 就是后续升级啊 或者是我们在改变架构的时候呢 提供一些指标啊 比如说我一个服务器啊 放在杭州啊 是不是在九国各地访问的都很快啊 那我是不是一个集群 我现在三台服务器用户高分期的时候 是不是响应的都很快 是不是需要加服务器 或者是对服务器的配置进行升级 这些都需要去观察 还有就是在网络升级以后 接控SLB的负载就很能复实现 比如说我在一台SLB下面 我手动加了一台服务器 那这个服务器是不是真的工作了 我要知道 我要看一下三台服务器的负载是不是差不多 那这某一台服务器是不是负载还是很高 是不是被一切降低了 这些情况都通过用接控可以看到 那其实第四点是说 用接控作为一个公共的服务 它为这个弹性伸缩服务 ESS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叫触发条件 ESS我们前面没有讲到 它是一个什么服务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ESS去搭建一个网站 比如说我现在用两台服务器 那在业务高峰期的时候 我希望它扩到十台 因为我已经知道 每天上午11点高峰期的时候 服务器负载非常高 好多东西都登陆不了 但是到了过了中午两天以后就需要两台服务器 因为两天以后就没有人去防了我的服务器了 防我的业务了 因为就是突发流量 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两点直接 那这样非常有规律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用接控去把它探测到 当负载台服务器的负载超过75%的时候 我可以自动让它增加一台服务器 或者增加三台作为一个触发的一个动作 那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人工去干预了 是吧 每当时到11点 那负载增长起来以后 我就用弹性伸缩 把两台服务器变成了 变成了十台 那当负载降下来以后 两天中降下来以后 我又自动把它缩回两台 这样的话呢 我既能满足网站的高并发 高性能的这个业务需要 同时又节约了成本 当然还有种情况是说 流量补定期的增长和减少 非常的不规律 那已经接控的这个 作用就更大了 因为这个时候 你靠定时任务和靠人工 已经基本上无法满足了 只能靠接控 自动发泄 自动处理 这就是用接控的 它的比较大的一个价值 然后发泄问题 能够有自动解决问题 可以设置策略 这就是整个用接控的一个介绍 好 本节内容呢 到时结束 谢谢观看